阿祖法真的像姐姐阿姨们说的那样,是红颜祸水吗?只从嫁过来康特家,就有无休止的争吵,去到哪里就有无休止的纠纷。姐姐阿姨们,阿祖法真的是这样命运的人吗?阿妩觉得很苦恼,只从帮助阿祖法和康特之后,阿妩也无缘无故被大家骂。姐姐阿姨们又说不买阿妩的东西,搞得阿妩现在很难受。 由于这段时间,阿妩一直在联系康特,同时进一步告诉康特、阿祖法视频的内容。康特也很感谢阿妩,让阿妩继续帮助阿祖法卖红茶、橄榄油和蜂蜜,以及能挣到生活费的家庭日用品。 大家好,欢迎来看阿妩海外帮助号,以后阿祖法和康特的视频,看阿妩的解说就可以了,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。 在大山深处的清晨,阿祖法和凯撒在简陋的居所中迎来了新的一天。 昨夜,阿祖法的双眼未曾合上,他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和困惑,他反复思索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坎坷,为何要承受这样的苦难。 没有在原地停留,阿祖法背上沉重的行囊,带着凯撒,决然地离开了这里。 摄像小哥目睹了这对母女的困境,他的眼睛也不禁湿润了,感受到了他们深深的无助和悲哀。 生活对阿祖法来说,再次变得艰难。 老爷爷的儿子们,不断地上门制造麻烦,他们利用这位孕妇的孤立无援,企图从阿祖法那里索取更多的金钱。 阿祖法的心中充满了忧虑,他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,他的堂兄弟们也加入了这场争斗,他们联合起来,想要从阿祖法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。 他们清楚地知道,这位无助的女人,已经没有其他的去处。 阿祖法感到疲惫,他只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,但这个愿望似乎难以实现。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,阿祖法在这个小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,他已经将其视为自己的家,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。 然而,现实总是残酷的,他不得不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。 命运似乎总在阿祖法的生活中投下阴影,每当他看到一丝希望,总有新的挑战出现。 最近,莫桑和堂哥以各种理由逼迫阿祖法离开,他们期待这位无助的母亲会屈服。 但阿祖法已经没有多余的金钱,也不愿再填这个无底洞。 曾有网友建议他放弃现有的居所,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园。 但随着体力的逐渐衰减,阿祖法发现重新开始的路途异常艰难。 这个小屋对他而言,不仅仅是一个避风港,更是他心中理想的家园。 他不愿轻易放弃。 面对堂兄弟的不断骚扰和无理取闹,阿祖法感到极度疲惫。 在最绝望的时刻,他想到了康特,他曾一度冲动地想要回到康特的身边。 但那晚,他在荒野中度过不眠之夜,不愿回到母亲和吉尔的身边,他害怕再次陷入于他们的关系网中。 阿祖法在深思熟虑后,决定不再回到那个家。 他宁愿与凯撒在野外生活,也不愿让孩子目睹自己忍气吞声。 他知道,如果以弱者的身份回去,他和凯撒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。 经过长时间的行走和思考,阿祖法坚定了自己的决心,他决定去寻找康特。 如果能与康特共同生活,那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 凯撒已经长大许多,变得更加乖巧,而阿祖法也能够承受更长的旅途。 在孩子的陪伴下,阿祖法的心情逐渐好转。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表达了对阿祖法的关心和担忧。 他们一致认为,阿祖法若带着凯撒返回家中,无疑是自投罗网。 对此,阿祖法深感困惑,但他决定先去寻找康特, 而不是回到那个充满敌意的环境。 清晨,他便尝试联系康特,却发现电话始终无法接通, 这让他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。 阿祖法的直觉告诉他,如果他现在回去, 不仅会遭到母亲的冷嘲热讽, 更有可能在康特缺席的情况下再次被赶出家门。 母亲对阿祖法的怨恨已经根深蒂固, 康特的缺席让他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阿祖法身上。 他只想与女儿远离康特的生活。 与此同时,康特的生活也正经历着一场危机。 在一天之内,他遭遇了蒙面大汉的绑架, 不仅财物被掠夺一空, 连他心爱的卡车也未能幸免。 在与绑匪的搏斗中,康特震惊地发现, 其中一人竟是杰斯。 他的愤怒和对阿祖法照片的破坏, 让康特感到困惑不已。 当康特被束缚, 杰斯故意露出真面目, 他的嚣张和挑衅让康特怒火中烧。 自从杰斯被康特从家中赶走后, 他便怀恨在心, 这次绑架不仅是为了财物, 更是为了报复。 康特意识到, 杰斯的行动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恶意和复杂的情感纠葛。 康特对杰斯的担忧始终如影随形, 尽管多日未闻其声, 康特仍怀疑杰斯在暗地里策划着什么。 杰斯的大胆行径, 掠夺康特的手机和卡车, 其真正目的显而易见, 切断康特与外界的联系, 使其陷入困境, 难以谋生和求助。 手机的失联, 正是导致阿祖法今日电话不通的原因。 康特对杰斯的险恶用心了然于心, 愤怒之余, 他渴望追上杰斯, 给予其应有的惩戒。 然而, 面对杰斯的计谋和力量, 康特感到自己是单力薄, 只能无奈地看着卡车被开走, 对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感到茫然。 与此同时, 康特对阿祖法正在寻找他一事, 毫无所知, 手机的丢失, 使他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。 但阿祖法并未放弃, 他决心要找到康特。 尽管带着凯撒跋涉了一整天, 疲惫不堪, 他仍决定继续寻找, 至少在今天, 他选择暂时休息。 阿祖法随身携带的囊饼, 成了凯撒的晚餐, 虽然简陋, 却足以冲击。 网友们关心地询问, 是否已将此事告知牧羊女。 实际上, 阿祖法已经通过工人师傅传达了自己的消息, 以免他们担忧。 夜幕降临, 阿祖法找到了一个勉强能容纳两人的小山洞, 决定与凯撒再次过夜。 凯撒对于为何又要露宿野外显得有些困惑, 而阿祖法心中则是无尽的愧疚, 他感到自己对凯撒的亏欠。 姐姐阿姨们, 哥哥叔叔们, 面对困境, 阿祖法能否最终找到康特? 视频最后, 阿吴的橱窗有伊朗人同款红茶, 就是茯苓酸枣仁茶。 至于喝红茶有什么好处, 阿吴就不一一解释了, 以及阿祖法家的蜂蜜, 伊朗人喜欢红茶加糖加蜂蜜一起喝。 姐姐阿姨们可以看到, 伊朗人经常喝红茶和吃蜂蜜, 特别是那个橄榄油, 简直是健康的代表, 伊朗人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, 这就是好处。 看完视频顺便去阿吴橱窗看看, 喜欢的可以自选下单。 谢谢你们的支持。